我每次在想 我们做人要有价值 不要说来这个社会 这个烧火世界 只是白白这样子老一千 又回去了 没有浴室 好多东西我就要去做 小小的东西我都要做 我是在2001年 2001年 进慈祭 为什么我会进慈祭 我听到隔壁的人在那里讲话 就问他们 他就叫我去找谁 我就找他 后来他就讲 你可以进来做慈祭 我说人家要我 我都这样老了 就穿着家里的衣服去做环保 就一路走走走 从环保入门 徐修英加入慈祭23年 心上的脚步从不停歇 佛心之志一直铭记于心 我是为谁而做的 上人嘛 上人知道 做这条路给我们走 我们好像是为人来世而铺路 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做 不好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去做 我们不要做 有时我在想 我做直技不管一件什么东西 他都不能动摇我的心 两年前 徐修英患上胃病 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我心心以为我贫血 到了有一天就去吃晚餐 回来就食物中毒 很辛苦了 后来才去医院那边 才接到自己种这个病 胃病啊什么病 很辛苦的 这个病不是开玩笑 嗯 什么都不能吃 一吃油 还有别别 身体也不能接受 虽然身患重病 徐修英把握分秒 发挥生命良能 向亲友 酬慕吉兰丹 禁司堂的建设基金 他心中的大爱 远远超出了身体的局限 我跟你讲 做直技你不要向后退 你只能向前走 你向后退 你停下来 这种是想不对 我感觉到实际是最好的 我是为了我生病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直觉那边 因为我看见很多世界 都是一起 他们在一起做 做直技我羡慕他们 我觉得他的那个心念 真的很坚定的 我从他的身上 我会反省我自己 我不可以懈怠 真的要学习世界 做到最后一口气 他的积极和善行 是慈激家人的楷模 慈激志工到家里关怀 帮忙清扫 仁仪惠医师也上门鼓励 给他满满的爱 而他多年的付出 也获得丈夫的认可 为他捐出一百万台币 成就他为慈激融洞 我要把钱放在实际 要是你叫我吃药 我又不适合 吃吃吃吃 这个病也不知道 会不会好 好 我将给自己去做事情 不是更好 因为他做多时间 可以帮助他就去 辛苦的人 尽量帮忙 生命正在倒数 志工为了圆满徐秋英的心愿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把他带到新建中的金斯坦工地看看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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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1月6日 徐秋英不敌病魔 撒手人寰 他正面向上的身影 永远留在刺激人心中 他也是不曾放弃过的就是环保 直到他诊断有病的时候 进入医院的时候 他才没有去做环保 他守住每一个实际的活动 这是令人敬佩的商人的好弟子 虽然他身体都非常的肉 我看到他还是同样的 非常的正面 从来没有说 讲一些负面的语言 非常的一个正能量 徐秋英坚定的信念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给予刺激志工强大的动力 愿他一路走好 花开见佛 往生山道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有些人一切都会来到 描述 有些人 对 有些人 有些人 的 这份 有些人 有些人 感谢观看